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去旅行 但現在這一段時間不可以 可以怎樣指引呢? 準備去旅行 我一直都很想看極光 但總是覺得極光之旅很難 很貴 很講彩數 不過我最近發現了 原來極光不是想像中那麼難搞的 所以我就決定用這段不可以飛的時間 慢慢計劃 去看極光第一件事要準備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拿假 我現在就準備上網看的 拿假工具 有了 這裡 新年 拿兩天假可以放9天 復活節 拿四天假可以放10天 勞動節連佛單 拿四天假可以放10天 不過這些都是公眾假期 人又會多些又會貴些 如果大家像我這樣打自己工 就可以靈活一點 我一定會選春分秋分前後幾天 最大機會看到極光 至於去看極光 俄羅斯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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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忘記了怎麼讀 俄羅斯的… Mumansk Mumansk 超級美 而且有很多極光 你看看 很棒 這裡的洗費 比起冰島、芬蘭 便宜一半 我粗略地算過 15,000元便可以玩10天左右 如果我分一年去儲這筆錢 1年… 15,000元… 即是我每個月儲1,250元便可以去到 這樣嗎? 唯有Nego吃少點罐 這樣 喂Nego 你吃少點糧 吃少點食物 就可以成就到我了 蛤? 不行啊 她說 搞錯 壞人 我今天想去看看我的冬天衣服 夠不夠 知道了 去得看極光的地方 一定會很冷 所以大家一定要戴舊衣服 等等 這個就是我的衣帽 嘩 給你看看 一打開櫃便寫了 你看到有拉帽 手襪 然後 毛毛套 毛毛套 最重要的是羽絨 這些全部都是必備的 我就會採取洋蔥色的穿衣法 首先裏面有兩件保暖內衣 然後就穿衛衣 然後就有毛毛套 然後就是羽絨 最外面那件外套一定要防水 另外我會再戴手套和冷帽 因為可以保暖 而手末裏面一定要有毛毛 好嗎 這個就是我的廚房 我是比較少下廚的 的確 但是我有一個很厲害的零食櫃 我最近就是試不同的餅乾 巧克力和Energy Bar 因為我看書 原來有很多人都有很慘痛的經歷 就是他們吃吃晚飯的時候 就極光出現了 吃的話 你吃完可能極光已經走了 那你說吃好還是不吃好呢 但是你不吃的話 你知道外國的餐廳有收這麼早 有沒有便利店 那你有沒有餓整晚 所以去看極光 野食 是一個很重要的planning 還有帶多些乾糧在身 我家不是停電 我是試著在黑暗暗的環境下 設好自己的部機來拍照 好了 認真了 不玩了 我還打算帶手襪來試 因為在極光的情況下 一定是冷的 所以你拿腳架出來的時候 就記得要帶手襪 不然就很容易會凍傷的了 這一個就是我的工具 最主要的就是腳架 加一部相機 還有可以帶多幾支鏡頭過去 唉 帶這麼多東西過去 希望到時候真的可以拍到 去旅行如果只看到東西很漂亮 然後 嘩 很漂亮 那就算 我就覺得好像很浪 好像錯過了很多故事 文化 所以我去旅行 還會買一本旅遊書來看看 我現在看這本專講極光之旅的書 很好用的 它裡面有很多資料 還有一些小故事 還有很多拍照貼事 考考你們了 這個地方就越容易見到北極光 原來不是的 因為極光大的位度 就是北位66.6度左右 所以你以為去到 越北或是越冬的地方 就越容易見到北極光 那就搞錯了 因為如果你去到很北的地方 就會過了極光大的位度 所以即使你去到北極 都未必見到北極光 嘩 我有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給你看看 這裡 原來是冰島 在生嬰兒的時候 大約不能見到北極光 如果不是 嬰兒的眼睛就會變成斜絲 即是香港俗稱鬥雞眼 即是 嘗嘗 嘗嘗 即是這樣 這本書還有很多QR Code 一DOOT就可以 save到景點的位置 又有極光App推介 嘩 還有這個 DOOT進去 可以看到極光的Timelapse 超厲害 你看看 是爆出來的 好漂亮 這個 你喜歡極光嗎 如果我到時去看極光 你會不會幫我開門 嗯 會啊 即是 坐到那麼穩定 我發覺 這樣去慢慢準備 又真的挺有holiday mood 所以呢 想看極光的朋友 都快點計劃一下 早準備 早興奮 真的嗎 極光等我啊 我來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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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